已经完成例行性的健康检查 搭直升机返回白宫 而在离开医学中心时 还告诉在场的媒体记者 他的健康状况好极了 但是拜登今年1月就职以来的 首次例行性的检检 于过程中必须要接受全身麻醉 因此拜登把国家大权短暂交给副总统贺锦丽 白宫新闻秘书莎琪 在推特上面也有表示 拜登回到白宫后 已经接见了贺锦丽 跟他的幕僚团队长 恢复了总统职权 好来看到是 美国众议院在19号 通过了拜登总统1.75兆美元 社会福利跟气候法案 投票结果是220票建成 213票反对 而该法案虽然较原本的3.5兆美元 大幅减少 但是将投资5550亿美元 用在解决气候的变化 是美国史上最大规模要对抗气候变迁的计划 在众院通过之后要交付参议院 而由于民主党温和派参议员对于这法案的规模 部分条款有一些顾虑跟疑虑 因此民主党内还必须要磋商 希望年底之前就可以达成共识 美国在习拜会这个峰会之后呢 由这个国务次卿雪曼在华府召开了美日韩会议 希望可以营造三个东亚同盟气氛 但没有想到这记者会意外破局了 日本事后就公开表示 日韩之间为了这个问题 主导独导领土问题 有一些奇迹没有办法化解 为了避免在这个记者会上 可能会有一些抗议啦 场面可能会比较难堪啦 所以干脆选择不出席 美日韩三国外交次长开会 商讨东亚战略相关议题 但没有想到关键的记者会 却无法展示美国与日韩两大盟友的亲密团结 原因更让美国跳脚 雪曼讲得相当含蓄 但由于试涉领土主权 日本官方态度在稍后的记者会中呢 非常强硬 原来是南韩的一位警长 在美日韩会议前搭直升机登上独岛 也就是日本称呼的主岛 森建梁与崔中健在华盛顿 单独谈了约105分钟 日本除了抗议南韩登岛 还要求韩方救魏安妇等二战问题应对 而南韩方面则是以福岛和污水排海问题回击 双方不欢而散 日本甚至表示 因为不想在记者会上面公开抗议 因此决定不出席 导致美国一场苦心安排的好戏功亏一篑 事实上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17号赴日 与日本金产大臣会面 宣布将提出重建美日紧密合作的新经济伙伴关系 但是在美日攜手抗中的同时 南韩外交部副部长崔中健表示 大陆是战略性伙伴 也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 南韩也希望与大陆合作 毕竟两国秉临而居 半岛和平架构需要由中美共同参与 美联社则是以评论提醒 美日韩联盟记者会取消 对于美国建构抗中联盟应该是公开警告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一名24岁大陆留学生郑少雄 在美国芝加哥当地时间11月9号下午 遭到一名非裔男子持枪 抢劫并且连开竖枪 导致被害人送医不治 就在18号是郑少雄的追悼会 她的母亲也远从大陆前往芝加哥 送她的儿子最后一程 我最亲爱的儿子 我一路流泪 一路失念 一路坎坷 终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 妈妈生平 第一次出国 不是去旅游观光 不是去参加你的毕业典礼 更不是参加你的婚礼庆典 而是参加你的葬礼 多么惨痛的人间悲剧 我以母亲的名义 强烈地呼吁 切实保护每个留学生的安全 绝不能让悲剧重演 这是个千万个留学生的交代 也是个千万个家庭的交代 大陆驻美大使秦刚 也在推特上面发文 对于郑少雄在芝加哥 不幸遇害深感震惊 希望在美华侨 华人及留学生 提高安全意识 加强自我防护 美国指责大陆人权很差 但其实本身的社会问题 才很严重 大陆驻美大使秦刚 在推特上面用中英文发推文 痛批美国种族歧视扩大 因为有中国大陆留学生 在芝加哥被强杀 这件事情的确是震惊这个中国 还有很多留学生 那这是11月9号发生 在芝加哥南区海德大学 这个海德公园附近的一个 芝加哥他们这个留学的一个 24岁中国的留学生叫姓郑 郑姓的留学生 当时是被人家募集 在那个海德公园附近的一个人行道 跟一个美国的这个飞衣男子 18岁一个飞衣男子 后来这个人也落网了 然后在那边这个拉扯打斗 然后不久枪声响也砰的一声 这个郑姓的24岁中国留学生就被枪杀 枪杀之后送到芝加哥教学中心的这个医院 然后就职 但是也是不幸身亡了 所以后来引起这个中国的 驻美国大使秦刚 特别在11月18号的时候 他在推特上面用中英文 连发两篇的这个推特 举出了这个美国有这样的一个种族的歧视 然后甚至丑雅排华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 是因为他 丑雅排华在这里 对 你们看到丑雅 对 他是说要怎么样 要希望美国要采取切实的措施 打击丑雅排华的行为 原因就是美国警方针对这件事情 虽然这个凶手不久之后就落网了凶险 然后也以这个一级谋杀罪起诉他 可是媒体在相关的这个报道说 并没有证视这件事情 他们的官方也没证视这件事情 因为之前这不是已经第一件 芝加哥市的犯罪 等一下那个我们这个大使也会讲 那这两年来这个暴力犯罪案件持续上升 然后甚至那个枪杀 中国刘学生被枪杀送完 这不是第一件 之前就曾经发生过 然后所以你看到 11月1号中国的教授了 开始教 中国的就开始教授这个全角功夫 他会功夫 他会一点功夫 可能在老美的眼中 可能觉得没什么 但是人家至少会以柔克刚 所以击退了美国当时持枪的这个劫匪 然后甚至11月9号 在芝加哥大学附近这个 有中国的留学生被枪杀遇害的时候 因为一年内有两名通发 之前有一个三十岁的一个博士生 也被枪杀 然后是在停车场的这个附近 所以后来引起中国大学 留学生他们非常的愤怒 芝加哥大学的面对去全部一起即位 跟美国来抗议说 我们不是来留学送死的 我们是来留学 不是来留血 不是来送死的 所以其实都一样 都说美国很注重人权 可是因为美国的枪支泛滥 然后他们办这种案件 然后他们默示这种人身安全的这个状况 都让大家觉得 美国到底有没有重视这种情形 还是说亚洲裔的就不太重视 之前不是台湾裔的这个吴米 他当选波士顿市长吗 成为第一位有色女性的这样 可是有色的这个人种 又是女性当选波士顿市长 可是因为他击败的是 三个非洲裔的美籍的这个人士 所以呢媒体还在 美国的媒体还在写说非常失望 所以都被那个中国引起他们的不满 认为说你们根本就是在操作 这种种族的这个议题 所以美国人大概 他内政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虽然说是多元民族的一个种族大龙奴 但是像这种类似的亚洲裔 不断的被排挤的情形 你怎么去把它这里的解决